今天洞梅 BITING 大家好 我是美盛铭 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 大家的好朋友 赤身篮球评论员李医生先生 来到我们现场 巴黎阿坤 你好小梅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锁定的话题 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日本的球员 日本的运动员 这么行这么厉害 阿坤我想锁了 主要的今天的这个话题的焦点 源自于就是说 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 日本男篮在预赛 他们的表现 让全球眼睛为之一亮 那我们比较一下 同样在两届的奥运会 那东京奥运会 日本是地主国嘛 他们男篮自动取得了 这个男篮会内赛的 这个参赛门票 但是同样是三连败的一个内容 我们回顾一下 上一次的奥运会 一直到之前的奥运的资格赛 日本呢在世界级的比赛十连败 那十场的十连败里面 平均的输分几乎带到了28分 换句话说 几年前的日本男篮 几乎没有办法跟欧美球队对抗 但我们看看这一次 他们几乎在预赛的时候 差一点扳倒了法国 你怎么看这个日本的男篮 在最近这几年的一个退变 还有整个大跃进 日本男篮其实四年前四年后 会变成一支完全不一样的球队 当然跟日本整个运动产业文化 有蛮大的关系 那过去这三四年 其实日本直篮 他整个日本的篮球产业 出现几个比较特殊的球星 包括第一个霸春蕾他目前是在 文瑞士主力前中先霸 另外就是何春永辉 何春永辉在2023年的篮球世界 被平均13分7次的助攻 他在世界舞台上以他172公分的身高 可以打出这么优质的控球 跟总统支能力 所以再加上杜边熊泰 杜边熊泰过去这三四年也都在NBA奋战 所以其实整个日本篮球这四年来的进步 它的规格提升了 它的很多的球员都已经达到世界级的目标 再加上整个日本产业文化 它的细腻度 它们的有序的底盘的经营 另外最重要是这世界等级的三到四名的核心 关键人物都拉上来 还有不要忘了 日本其实过去这十年 他们在规划球员的部分 他们做得相当好 像今年在奥运 Josh Hawkinson这名208公分的规划球员 也发挥蛮大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日本产业提升了 他们世界等级的球员有四到五名 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他不只是亚洲之巅 他可以在世界上竞争 我想这是日本篮球 四年前四年后变得完全不同 最大的原因 那刚刚这个一生特别提到了一个重点 日本的篮球产业 这几年整个扎根 就是他们马步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确实 不管是球员的养成 的选残 甚至于刚刚提到的 包括外籍球员的规划 甚至于打造一个可以兼容并训 网罗各国好手 共同来参与的一个直男联盟 那刚刚我们就特别要提到 这样一个健全的联盟 对于培养出能够打世界级的好手 甚至进军到NBA的好手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 那何春勇会这几年在日本B1的这个联盟的这个表现 的确让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173公分 史上可以说是号称亚洲最强的173的何春 他在这个球季NBA球季之前 大家其实对于他想要挑战NBA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也是有点没有那么确定的一个把握说他能够有一个机会 能够在NBA取得一席之地 那你怎么看何春他现在已经跟灰熊队取得了一个双向合约 但比较人担心的前几场比赛也是好像是球队对他来讲 没有个正规的安排的正规是上场时间 那上场的一个得分啦助攻啦对于球队的贡献 目前来讲都不是一个达到一个说说正规球员该有的表现 那会不会说他又变成了10年前田沃勇太那样子在NBA谈话一线的一个情况 小妹你知道吗何春勇会其实跟田沃的规格完成不比 田沃有175公分 何春勇会大概就172到173 田沃比何春他要再更高大一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田沃还是何春 他们在NBA的需求跟规格不一样 何春更高 以何春来讲我觉得他目前当然他还不算是合格的NBA球员 他只是进入到NBA的门槛 那接下来他可能需要一到两年比赛经验的磨练 所以我对何春其实还蛮有信心的 为什么第一个他速度比田沃更好 他的外线的稳定性跟组织的能力也比田沃更出色 另外就是在世界级的比赛的表现 2023年的篮球世界杯 何春勇会平均13分7次的助攻 对 这是世界等级的控球部位 世界级不是亚洲 那是亚洲点尖 另外在今年巴黎奥运的三场预赛 其实何春勇会平均20分7助攻 所以很显然在打国际比赛的部分 何春勇会的等级 他的适应能力比田沃还要再更高 至少一个档次 所以其实我觉得何春目前在 灰熊队尽管他没有办法站为一个主要的轮替 但是关键在于他刚进NBA的第一个赛季 再加上他172、73公分 所以何春需要比赛的磨练 需要累积更好更丰富的经验 我预估了 今年其实何春勇大部分的时间会到发展联盟去打球 也有可能 对 当他经验更好 另外就是对于NBA比赛节奏更适应 对队友更熟悉的情况底下 我期待大概在下个赛季 只要得到更好的经验 更适应NBA比赛的节奏 何春勇会应该有办法站稳NBA脚步 证明他是个合格NBA经验 那你怎么看何春他这个自我的要求跟养成 从小他就听说立志每天要投篮1000次 而且是来回跑动的哦 不是定点投篮哦 那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 那像台湾很多球员也都是希望能够立定目标 那你觉得何春的例子 有哪些值得国内比较矮小 甚至打控球后卫的选手 难够拿来做一个借镜做一个效法 其实我觉得何春勇会今天能够站上NBA的舞台 我觉得除了他个人的自我要求之外 我觉得日本的篮球文化跟日本人的天性 跟我们完全不同 我不是举例子 这是现实发生的 你看过去这10年15年 台湾旅美的球员 不管是念高中念大学 真的念毕业回来的不到一半 不是到大陆去签大合约 就是回台湾来打直篮 但是日本直篮正好相反 日本直篮你注意看 不管是后卫比江导胜 或者是他们的前锋后卫马场雄大 他们即使在日本直篮拿到一个很棒的合约 可是他还去挑战NBA的夏季联盟 最终他们还到NBA澳洲的直篮联盟 去自我磨练 因为澳洲NBA他的联盟 他的对抗性他的实力 比日本直篮还要更高一个档次 没错 所以你看日本的球员 他这种积极挑战自我 想要超越 想要站上世界的决心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球员没有的格局 那何春永辉 他自己的自我要求 他的苦练 他高中毕业之后 直接到了日本直篮 在日本直篮磨了4年 他在22岁 也就是去年2023年 篮球世界杯就证明了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何春的例子 给国内这些矮小的球员 蛮大的启发就是 除了团练之外 你到底花多少时间 去设定自己的目标 去自我要求 做更好的自律 还有更重要的 你的格局跟你的视野在哪里 你不能只是在台湾 你也不能只是在大陆 或日本直篮 你必须把你的目标格局 放延到整个世界舞台上 那日本的球员现在放延 更高的一个国际篮球的舞台 那台湾的球员呢 现在好像已经把日本的B League 也是把他当成一个台湾的 要进阶想要寻求更大的一个 突破的一个舞台的一个空间 那也有我们这些看到最近 像阿巴西啦 尤艾哲 曾祥君 这些呢在国内 比如说P League啦 或T1联盟 打的还不错的球员 纷纷呢 跟日本的这个球团来签约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 过去台湾的好手 大部分是往西边跑 往大陆的西边跑 那你看看这次日本 吸引了台湾的好手过去 我们球员的心态是什么 是考虑到待遇呢 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小梅你问了一个蛮敏感的问题 台湾的球员会去挑战 日本食篮 其实有很多因素 像阿巴西 他可以拿到 比台湾食篮更大的合优 他应该要去尝试一下 那至于曾祥君 他去了明谷屋 另外就是尤艾哲 直接去挑战日本食篮 我想另外有考量 很可能去过个水 再回台湾来 把整个身价给拉上来 但是其实没什么不好 因为我觉得对台湾的球员来讲 不管你是西进中国大陆 西边食篮 还是挑战日本食篮 我觉得这两个食篮的竞争力 跟水平都比台湾更好 不管你是拿更大的合约 还是你去积极想要寻求 自我突破 甚至于过水回到台湾都可以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球员来讲 他的历练 他的经验 另外就是 他们这种旅外的 所介绍可能的挑战 我觉得对国内的球员 尤其是年轻的球员 都会带来蛮大的激励 那你看日本的直篮 他们现在也规划了一个目标 他喊出了一个口号 每年至少要培养出 五名可以进军NBA的 这样顶级的球员 那日本的直篮联盟 跟过去 你比如说像在大陆的 他们的直篮体系 跟韩国 因为过去我们就知道 日本在亚洲的蓝蓝地位 是打不赢韩国跟大陆 但现在这大陆跟韩国 现在已经看不到 日本的车位了 那是不是日本 他们这样联盟的一个发展 他们有独特性 还有说他们整个规模 是哪一些 你觉得是大陆跟韩国比不上 我觉得日本直篮很了不起 他喊出来 每年要培养五个 可以打进NBA的球员 其实他指的不只是日本球员 包括日本球员 亚洲球员 甚至包括日本 菲律宾 台湾球员 他全部喊瓜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远大的目标 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人 他在做事情的格局 跟细腻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必须讲 每年要培养五个嘛 不要说每年 每五年培养一个 可能都很困难 但是我喊出这个目标之后 第一个 我日本直篮的声势 在亚洲 他变成是第一个 他超越了韩国直篮 菲律宾直篮 跟中国大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日本人很懂得行销 谁会去关注到CBA 中国直篮 韩国直篮 菲律宾直篮 但是因为日本直篮 他把亚洲最顶尖的拳头 吸收过来了 他把声势拉上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社群 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 不管他每年 有没有培养五个 可以挑战NBA的球员 至少日本直篮 在这个话题上 在这个目标上 还有他整个平台的格局 都让全世界看见日本 我们看到日本直篮 打下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培养球员的基础 加上日本球员 勇于挑战 勇于竹目 而且面对低潮 面对挑战 他们不退缩 能够正面的迎接 这也是国内直的直篮 以及球员 值得未来能够 学习的一个方向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的体育话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非常谢谢 昆哥精辟的解说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